凌晨乔治市昨晚传出了枪声 成为枪手目标的是一家摩托车商的店铺 子弹射中了商店的玻璃门 不幸中的大幸事 当时店家已经打烊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枪击案是昨晚10点45分左右 发生在拿都克拉末路 消息指出当时开着车的枪手 朝摩托车商店铺开枪 有一发子弹击中了玻璃门 警方接到投报之后赶到现场调查 事发当时 由于摩托车商已经关店 店内无人 因此没有伤亡报告 至于枪手的身份依然不详 警方在群里追捕再逃的嫌犯 东北县警区主任苏菲安 会在今天召开记者会说明案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好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好杀